这是我们之前在讲解Uprite工具时所使用过的例子 我使用垂直校正加上锁定裁剪来获得一个这样的构图 如果我关闭Uprite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是原始照片 而这是矫正以后的照片 问题在于虽然透视被完全校正了 但是我总感觉似乎照片的长宽比例有些失调 有时候当你矫正照片透视以后 你会发现似乎某一个东西被拉长了一点 或者被压扁了一点 这个时候我转到镜头校正的手动选项卡 在变换区域中Lightonify新引进了一个长宽比命令 我可以通过长宽比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话 照片会被拉长 而如果像副相移动的话 照片会被略微压缩 通过长宽比命令 Lighton给予你矫正照片 长宽变形的这样一个能力 在本书第24章的实例中 你可以看到另一个例子 我通过镜头长宽比来矫正化石的比例 在那个例子中 长宽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调整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宽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